Hello 我是银银 欢迎收看去哪一起玩 每个星期跟你分享美的话题 先问你订阅了吗 马上按下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现在全球公位危机人心惶惶 疫苗又还没有研发出来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人对生活失去信心 艺术家又用创作防疫 今天带您看一幅超大型的画作 画在哪里呢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上 瑞士西边的滑雪度假圣地莱森 草原空地上出现这样一幅作品 Beyond Crisis超越危机 这是法国当代新锐艺术家 塞贝的最新作品 这么大的作品得用空拍机 从天上来看 它也没有办法用一般的画作大小来算 因为它有3000平方公尺 换算成土地平数的话 大约有907平 整幅作品画的是一位小女孩 跪坐在地上 左手边有笔带和几支粉笔 小女孩前方画了一圈 手拉着手的火柴人 艺术家跟作品合照 可以看到的大约只有火柴人的六分之一高度 你可以想象整幅画作有多大幅 塞贝用天然颜料在草地上作画 官方页面上说明 在这种严峻艰难的时刻 他期许自己的作品可以带来一点乐观 一点希望 唤起人们创造一个更团结 更有人性的世界 这位法国艺术家塞贝 1989年出生在法国 今年才30出头 塞贝是他的艺名 他崇尚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 所以作品的题材通常围绕着人们会面临的问题 比如说地球 生活环境 气候变迁 或者是国际难民这类社会议题 透过创作 传达他对大自然 还有人道的想法 其实塞贝他没有进过艺术学院 没有正式学过画画 14岁开始街头涂鸦的创作 2013年他成为在草地上作画的仙区 他通常是用面粉植物油 或是木炭天然色素这些材料 自己制作成可以百分之百生物分解的颜料 用喷枪在世界各地的山坡地公园 进行大型的创作 用这种颜料在草地上作画 有短暂的防水性 但是不会破坏生态 塞贝他通常花好几个星期画画 但是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期间限定 因为依照天气状况 或是野草长出来的速度 有可能这些作品 只会维持短短几个星期 甚至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会回归大自然原本的样貌了 所以塞贝他的地景创作 重点就是 大型 短暂 环境友善 当然还有他借着创作传达的意念 2018年他在瑞士日内瓦的创作 来自蔚来的讯息 也是超大型的地景画作 有5000平方公尺 画的是一位小女孩 把白色小纸船放入日内瓦湖 象征传递希望 这个作品就是声援当时 非常严重的欧洲难民危机 塞贝也从2019年开始进行一个计划 Beyond Wars超越高墙 画的主题都是两只手互拉着手腕 感觉比手牵手有更强的力道 好像我拉你一把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这种感觉 2020年踏上非洲 上亚海岸和布吉纳巴索 2019年画了四个地方 这四个地方比较知名的是在德国柏林 纪念柏林围墙倒下30周年 还有在法国巴黎 他成为第一位被获准的艺术家 可以在爱菲尔铁塔前面战胜广场 大草皮画画 向非营利团体 地中海救援组织和他们试图拯救的难民致敬 这个Beyond Wars计划目标是5年时间 在全球超过20个城市都创作出这系列手拉着手的作品 现在已经走了6个点 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看到塞贝在世界各地 进行超大型的草皮创作 今天简单介绍了塞贝这位法国当代艺术家 还有他的大型地景艺术 不知道你还喜欢吗 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 也欢迎订阅分享 我是盈盈 去哪一起玩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